舒坦 这是一道让你眼前一辆味道又与众不同的下酒菜 蒜香牛肉 生活在北方大蒜是一年四季都少不了的 不光是因为饮食的习惯 而更多的是吃大蒜真的是好处多多 先将一部分大蒜剁碎 尽量别用挤酸器 那样会很影响口感和味道 再将剩余的大蒜切块 牛肉用里脊肉适合爆炒 并且能保持滑嫩的口感 将牛肉切块大小和大蒜类似就好 切好的牛肉加入料酒 生抽 盐 胡椒粉 淀粉 搅拌均匀 最后再倒点油拌匀 这样可以更好地锁出水分 让牛肉更嫩 锅里略微多倒点油 烧热后先炒牛肉 为了保持牛肉滑嫩的口感 将牛肉炒至完全变色后就捞出 不要炒太久 否则会让牛肉脱水 口感会变硬 锅里留少许油 先炒蒜末 小火慢炒 只微微焦黄 这时蒜香被完全的释放 又没有了辛辣的味道 然后加入剁椒炒香 最后倒入炒好的牛肉和大蒜 翻炒均匀就做好了 不用单独再加盐 剁椒里自身就有咸味 整道菜所用的配料简单 做法也不复杂 蒜香 剁椒的酸辣 再加上牛肉的嫩滑 天热了 非常不错的一道下酒菜 舒坦 舒坦 酷 酷 酷